在任何一个地方由爱国者来治理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地方还是国家 从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3月11日 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当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此次中央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有利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行稳致援 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 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行完善措施 坚持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 2021年1月 为完善公务员宣誓制度 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所有现职公务员宣誓 或签署声明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据悉截至目前仍有约200人未签署声明 聂德权指出 特区政府将根据有关机制及程序 要求这批人士离开公务员队伍 我们对所有十八万的公务员都要这一个宣誓 或者是签署声明的要求 其实绝大部分的公务员他们都接受这一个的 只是有一个很小部分的他们没有签这个声明 对于这一些同事 我们会向他们去查询 他们不签声明的这个原因 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表现没有信心 基于公共利益的这个原因 也可以要求他们离开公务员队伍 这个本来我们都有这个机制的 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次 如果有公务员拒绝签署这个声明 这样我们觉得他们是不适合留在这个公务员的团队 所以我们也会按照这个机制来处理有关这些的这个个案 针对有外媒渲染宣誓或签署声明将影响香港公务员群体言论自由的论调 聂德权回应称 香港公务员拥有特区政府公务员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人员的双重身份 其言行也理应为其特殊身份负责 回归之后 香港特区也是拉入了国家的这个治理体系 所以我们同时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 也是国家里面的一个公职人员 这个双重的身份 你这个身份也给你了有一些的责任 从来这个言论自由都不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没有界限的 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 你是拥有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但是同时你有这个公务员的身份的时候 你的所讲的所做的 必须要考虑 不能跟你的身份会产生一些冲突 有一些矛盾 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 谈及新形势下对香港公务员的要求 聂德权指出 准确了解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处理好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是对香港公务员的首要要求 第一就是 必须要准确了解 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要懂得怎么处理 一国跟两制 中央跟特区的关系有关的问题 第二就是 在这个思维上 必须要有一个创新 还有一个是能做的一个思维 不是去想 这个事情为什么做不成 应该去想 这个事情怎么能把它做成 第三就是 如何能把政策 把它落地 做到一个具体的措施跟安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第四点 去多向公众去解释 解释他部门里面的工作的措施 让这个市民了解 聂德权表示 加强公务员培训 是未来一段时间 公务员事务局的工作重点之一 他透露 特区政府将于2021年 在香港建立公务员学院 就法律限制秩序 国家发展等内容 对香港公务员进行专业化培训 计划在今年 我们也会这个公务员学院 我们挂牌 里面的这个培训的范围 也包括就是 宪法 基本法 国安法 还有国家发展 国家事务的这个培训 另外呢 也包括有关这个领导才能的 这个领袖的才能的方面的培训 还有一个是有关这个创新科技的 这个思维 思维方面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跟国际的 这个联系 国际视野的方面的一些培训 特别是在 有关对宪法 基本法的 我们这个 特区的 限制 继续的方面的 还有国家的发展 国家发展的情况方面的培训 我们需要把它加强 所以在培训工作上 未来呢 应该是一个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